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猪爸爸 你来得正好 帮我们挖一个坑吧 好的 没问题 为了埋时间胶囊 猪爸爸在学校的花园里挖坑 好了 现在能把它挖出来吗 它会就这样一直被埋着 埋上很多很多年 但是我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 我说 佩琪 你就和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 真的吗 是的 我记得 那时候我也是她的老师 原来你也教过我爸爸 是的 我教过你们所有人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啊 是的 林阳夫人 在你们爸爸妈妈很小的时候 他们也做过时间胶囊 没错 我们做过 我们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树旁 我们能挖出来吗 可以啊 我记得我们把它埋在这里了 哦 我记得是一棵很小的树 哦 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了 苏姨 我带了我的泰迪 我带了我的小猴子 恐龙 我带了野餐玩具套装 我们一起来玩过佳佳 哦 是鸭子们呀 我们每次出来野餐的时候 总是能够见到它们 我们可以假装来喝橙汁 我们还可以假装吃蛋糕 这是假想的蛋糕 真的非常不错呢 哦 天哪 鸭子们可不稀罕这假想的蛋糕 哦 好吧 那小猴子 恐龙先生 还有泰迪就可以多吃一点了 嗯 味道真好 哦 小猴子说 这是最好吃的蛋糕 佩奇 乔治 该回家了 再见 苏姨 再见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爸爸 我们现在也该回家了 苏姨 好的 爸爸 杯子 盘子 小猴 泰迪 哦 不好了 泰迪 你怎么没有被带走呢 佩奇又一次把她的泰迪忘了 佩奇一家到家了 哦 我今天开了一整天的车 现在我唯一想的就是休息 让我的脚放松一下 然后 泰迪 我忘记泰迪了 哦 佩奇 难道要爸爸现在大老远地把车开回到野餐的地方去吗 呃 没事 我可以 是游地员 斑马先生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休息呢 斑马先生 今天我的确是休息 但是苏姨有个特别的包裹一定要送 是给小猪 佩奇的 这个给你 佩奇 里面是什么呀 原来是泰迪 因为你把泰迪落下了 所以我们帮你送过来了 谢谢你了 苏姨 树木 树木 除了树木 还是树木 佩奇 这说明你没看仔细 好吧 我会很仔细地去看 可是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呀 哦 这是什么呀 佩奇找到了一些脚印 这些是谁的脚印啊 抗狼 不是呢 乔治 这才不是恐龙的脚印呢 我们跟着这些脚印 看会是谁的 好呀 噓 我们要很安静 这样才不会吓跑人家 好的 妈妈 乔治 噓 佩奇和乔治跟着这些脚印 哦 你看 原来这些脚印是小鸟的 它飞到树上去了 哪里啊 给你 佩奇 用望远镜来看 望远镜能看清远处 我看到一只 两只 三只小鸟宝宝 哦 它们在吃什么呀 啊 它们在吃虫子 啊 真是太恶心了 哦哦哦哦哦 乔治找到了更多的脚印 哦 这些是谁的小脚印啊 这些是蚂蚁弄出来的小脚印 它们在收集树叶 打食物 它们会吃色拉当午餐吗 会的 说到午餐 我们来野餐吧 哦 野餐 猪爸爸 你把食物放在车上了 对不对 呃 对 但这不是问题 我们回车上去吃午餐吧 那该走哪条路回去 地图会告诉我们 走这边 哦 为什么会有棵树 地图上可没有 哦 猪爸爸 我们迷路了是吗 呃 是的 该怎么找到我们的小汽车呢 乔治又找到了一些脚印 这里就是阁楼 哇哦 它放满了东西 是的 放满了没用的东西 哈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 来帮我们把一些东西扔掉吧 好的 我们就先从这个箱子开始扔吧 哦 这个箱子不能扔 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吗 这是我的平中船 那这个呢 这个是我的另一个平中船 那么这些呢 它们都是我的平中船 我全部都需要的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总得扔掉一些东西吧 那扔这个盒子怎么样啊 不行 我的帽子可不能扔 哦 天呐 我们无法决定要把什么东西扔掉 我知道 我让佩奇和乔治来决定 好的 我们把这个旧的箱子给扔掉 哦 这个可不行 这个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盒子 这可是一个唱片机 哇哦 还有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唱片 我们能听一下吗 可以 哦哦哦哦 我们好多年都没听过了 哈哈哈哈 这个让我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哈哈哈 来吧 佩奇和乔治来跳舞吧 哈哈哈 哈哈哈 猪妈妈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了 有人在吗 你们在哪里啊 猪妈妈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是什么声音啊 哈哈哈 妈妈 你们好啊 我们在听爷爷奶奶最喜欢的唱片一起跳舞呢 是的 猪爷爷猪奶奶过去总是放这个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杨苏西和他的妈妈开着车来了 你好啊 佩琴 你好啊 苏西 我们的车没有油了 狗爷爷及时帮助了我们 哇哦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哦不 不好了 我们车子的轮胎漏气了 那是不是要找狗爷爷帮忙了呢 看来是得找他了 你好 我是狗爷爷 我知道了 别慌张杨妈妈 我马上就来 去救援咯 我可以一起去吗 一起上来吧 佩琴 去救援咯 我们去救援咯 你好啊 苏西 我们来提供救援咯 太好了 狗爷爷的 狗爷爷在往轮胎里面充气 真是太谢谢你了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开着车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猪爷爷 你要加点油吗 或打气 谢谢 不用了 我想来试一下你的新洗车机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由电脑控制的 你好 我是蔚来的洗车机 哦 首先 肥皂水洗车 然后冲洗干净 最后呢 再擦干净 哦 对不起 我出问题了 哦 糟糕 电脑出问题了 猪爷爷的车被卡住了 哦 快来救救我们 狗爷爷 哦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电脑 我爸爸把我们家里的电脑修好了 哦 那样其实不算是修了电脑 要飞得再高点吗 是的 高点 高点 再高点 热气球现在飞得比刚才更高了 哦 天空到哪里去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正在飞过云层而已 哦 哇 天空又出现了 太高了 太低 你看 我们飞得真的好高啊 佩奇 小心你别掉下 太低 我们太低掉下去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这就去救太低 大家都抓紧了 我们要下去了 兔小姐要把气球降下去了 这样就可以救到泰迪了 我哪里都没有看到泰迪 它在那里呢 泰迪它在一棵树上 我可以用这个毛把泰迪给救上来 慢慢的 慢慢的 好了 猪爸爸把泰迪救上来了 泰迪 太好了 糟糕 没人再注意前进的方向了 小心啊 前方有一棵树 抓紧了 天使 泰迪卡在树上 现在轮到我们了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吗 我们迷路了 是不是 是的 大家看那里 那里不是爷爷和奶奶的房子吗 是的 我们要想办法去猪爷爷的花园里 我也这么想 你们好啊 猪爷爷 还有猪奶奶 哦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兔小姐 哦 拜托你帮我们 爷爷 别担心 我非常清楚我们在哪儿 这边走 谁把树放这儿了 猪爸爸撞到了一棵树上 你还好吗 猪爸爸 没事 我很好 这边走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吗 是的 我当然知道 我觉得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 嘿嘿嘿嘿 我确定我们能找到的 我们只是在花园里 哦 是鸭子们 你们好呀 鸭子们 你们找不到自己的池塘了吧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没有迷路 我很清楚我们在哪里 一会儿见鸭子们 祝你们尽快找到你们的池塘 哦 哦 猪爸爸找到了鸭子们的池塘 真是幸运啊 是啊 他们还真是幸运 爸爸 鸭太太在跟你说 谢谢你 不用那么客气 鸭太太 嘿嘿嘿 好了 来找回自己家的路吧 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 你好啊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是的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好啊 是兔妈妈 瑞贝卡和理查德 你好啊 佩奇 我们迷路了 你好呀 瑞贝卡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本来想去游乐场玩的 我们也是的 但是雾太大了 根本去不了 你们都过来吧 雾散开之前 先到我们家里来吧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要去哪里 这边走 好的 猪爸爸 猪妈妈找到了手电筒 能让我来拿吗 妈妈 当然 乔治 你看看我的脸 佩奇在吓唬乔治 别怕乔治 佩奇只是开个玩笑 我们快去告诉猪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猪爸爸还在地下室里 找手电筒 我记得就在这儿附近了 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幸好 他就一直在厨房里放着呢 那还真是幸运呢 现在我们只能等着 直到宫殿恢复了为止 那我们到底要等多久呢 嗯 准确地说应该是 很久以后 哦 但是乔治和我 还想要跳一会儿舞呢 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会儿电视 啊 为什么开不了了 电视也是需要电 才能工作的 是这样吗 是的 嗯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 在过去还没有电视的日子里 小孩子们会想出一些游戏来玩 嗯 我知道了 我需要一个纸箱 佩奇想要干什么呢 妈妈 你可以帮我给这个纸箱 捡一个洞吗 用来干什么 一会儿就知道了 猪妈妈在纸箱上面捡了一个洞 捡好了佩奇 谢谢妈妈 那爸爸妈妈就坐在那里 然后乔治 你拿这个手电筒来照着我 嘿嘿 嘿嘿 咳咳 欢迎收看小猪佩奇新闻 我就是小猪佩奇 蘇姨的双胞胎妹妹们 祖祖和莎莎 也想和她们一起过夜 过夜派对只能让大姑娘们参加 知道吗 她们那么小还很可爱 她们能留下来吗 那好吧 但是你们一定要保证 你们不能睡着哦 我们保证 哇哦 一架钢琴 我正在学钢琴呢 听着哦 一山一山亮晶晶 我能来试试吗 我也 一山一山亮晶晶 满街都是小晶晶 小声点 你们要安静一些 不然斑马爸爸没法休息了 现在你们快点睡觉吧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一起过夜的时候 总是要来一个午夜大餐才行 那什么是午夜大餐 就是吃东西 但是要滔滔的吃 哦 我知道吃的在哪儿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 嘘 苏西 嘘 佩奇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我们的午夜大餐 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 有谁可以 来为大家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 我 还有我 有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仙女 接着轮到你了 佩奇 她住在森林里面 她长得非常漂亮 还有一根魔法棒 讲得非常好 干你了 艾米丽 告诉我们下面发生了什么 那个 我不是非常确定 好了 现在你们看上去就像两只贪吃的蜗牛了 我要把爷爷所有的所有的生菜全部都吃了 那你们这些贪吃的蜗牛离我的生菜远一点 哈哈哈 只要爷爷朝我大声喊叫的时候 我就躲到我的小房子里去 哈哈哈 佩奇的朋友们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好 朱爷爷 你好啊 苏西 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 是的 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哈哈哈 现在只有我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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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喜 哈哈哈 我们在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 哈哈哈 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扮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瑞贝卡 不用扮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哈哈哈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 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佩奇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看呐 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嗯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 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 我喜欢蜂蜜 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嗡嗡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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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了,检查完了,牙齿又白又干净 它就和我一样 那我现在可以喝漱口水了吗 可以,但不能喝下去,要把它吐出来 乔治,现在该你了 不要 乔治不想做检查 当医生检查你的牙齿时,或许你可以抱着恐龙先生 恐龙 很高兴见到你,恐龙先生 医生,那不是真的恐龙,那是塑料做的 抓稳了 你做得很棒,乔治,现在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乔治不想让牙医检查他的牙齿 乔治,张开嘴,像这样 啊 啊 对,就是这样 检查完了,你有很健康洁白的牙齿,乔治 和我的一样洁白干净吗,大象医生 啊 是的 哈哈哈哈哈哈 乔治为自己洁白的牙齿自豪 乔治,别忘了喝漱口水啊 哦,等等,这是什么 怎么了,大象医生 乔治的牙齿很干净,但这只恐龙的牙齿却很脏 佩奇 你午餐都带了些什么吃的呀 一个红苹果,我带了个绿苹果 我们来交换吧 好啊 佩奇,苏西,你们都在做什么 苏西问我午餐都带了些什么 佩奇叫我跟她换个苹果 哈哈哈哈,好吧 好啊,但请留些食物,等会儿野餐再吃 好的,林阳夫人 哈哈哈哈 车子开到了山脚下 山路变得非常陡 车车加油啊,你做得到的 车车加油 好耶 佩奇和朋友们到达了山顶 快看看这风景 哇,哇,哇,哇 这是谁在说话呀 是你的回声啊 什么是回声 回声就是当你在山里大声讲话时 所能听见的声音像这样 有趣的回声 野餐时间到了 佩奇喜欢野餐 大家都喜欢野餐 鸭子在哪里呀 每当我们野餐时 它们总会出现啊 你可真是好笑 鸭子可不住在山顶上啊 哦 你好,鸭太太 要不要吃点面包 鸭子今天很幸运 有很多面包 鸭子们吃撑了 船员们准备好了吗 是的,船长猪爸爸 那我们出发了 哦,船在向后行驶 小心这座桥啊 差点就撞上了 再见 再见 玩得开心点 希望我的船回来的时候能够安然无恙 你别那么担心 不会有事的 佩奇 敲响铃铛 遵命 船长爸爸 我有一点饿了 我也是 猪爷爷给我们准备了食物在厨房里 船上也有厨房 没错 船上有一个小厨房 跟我来 佩奇和乔治进入了船的内部 哇哦 这个厨房可真够小的 食物在哪里呢 很显然应该是在这里 那就一定是在这里 可这个并不是食物呀 这厨房里的东西都放得乱七八糟的 哇哦,是电视 祝爸爸找不到食物放在哪儿 实在太难找了 如果这是我的厨房 我就会把食物放在这里 哦,干得好佩奇 佩奇找到了食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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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嗯,真好吃 哦,是鸭子们 你们好,鸭太太 你们想吃面包吗 哈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喜欢喂面包给鸭子吃 哈哈哈哈 小心啦 前面有长长的芦苇 别担心 朱爷爷的船能很轻松地穿过去 卡住了吗 没有 我们试试倒退 现在卡住了吧 是的 哦,糟糕 朱爷爷的船卡在了芦苇丛中 瞧呀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真是一个巨大的泥坑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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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 乔治 该洗澡了 哈哈哈 爸爸 妈妈 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泥坑 我看见泥坑了 快 进来洗澡 嗯 我们不能在外面再玩一会儿吗 呵呵呵 不行 你们该洗澡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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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乔治觉得困了吗 没有 爸爸 我和乔治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困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可能还不怎么困 可我困了 我也是 啊 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要洗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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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喜欢泼水 乔治也喜欢泼水 佩奇和乔治都喜欢泼水 哈哈哈哈 别再玩了 快停下 快出来擦干把睡衣穿上 嗯 我们不可以在浴缸里多待会儿吗 妈妈 哈哈哈 洗澡时间结束 现在是刷牙时间 睡觉之前佩奇和乔治也要刷牙 嘿嘿嘿嘿嘿 church 吃吃吃吃 好了 牙也刷好了 去睡觉吧 嗯 我覺得我的牙齿要再清洁一下 快去睡觉 爸爸会给你们讲睡前故事 好嘿! 佩奇和乔治喜欢听故事 佩奇睡觉时会把泰迪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乔治睡觉时会把恐龙先生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现在你们该觉得困了吧 一点也不困 我们想听好多好多睡前故事 爸爸只能给你们读一个故事 你们想听哪一个 爸爸 你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呢 这是看星星的最好方式 看看那些小星星 想象一下把它们连起来 那个叫做北斗星 是的 最后的那两颗星星 它们指向北极星 哇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你是缘啊 还是机 开车能找到你吗 到不了的佩奇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 它们比大海离我们还远吗 哦 是的 但是用望远镜看的话就会近很多 那爸爸 我们有望远镜吗 没有 但是猪爷爷有一台非常好的望远镜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爷爷家 现在去有点太晚了 或许 我们不该错过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 太好了 这是佩奇和乔治第一次在晚上坐车外出 看哪 我们正跟着北极星走呢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一山一山亮晶晶 请照亮我们前路 佩奇和乔治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哦 天哪 我希望猪爷爷和猪奶奶 它们还没有睡觉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 我们想来这里看星星 佩奇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 来看星星 我明白了 非常好 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 瞧 他就在这儿呢 我的老贝斯 猪爷爷的爱好就是看星星 好了 那谁要来第一个看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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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北极星了 他说什么啦 Bonjour Peppa Comment ça va 妈妈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奇怪的话呀 这是法语 佩琪 她是说你好 佩琪 你好吗 他还说了什么 我来帮你 聪明的爸爸 我也算是法语专家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朱爸爸擦了擦他的眼睛 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不太好翻 写得乱七八糟 他的意思是 我喜欢仙女公主 还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玩 我就准备这么说的 我想学习说法语 那你就和小毛驴带分聊天吧 怎么聊 他的电话在这封信上面 太好了 猪妈妈问的是 可以让佩琪和戴分通话吗 你好 你好 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他说什么了 他说了法语 佩琪在用法语说 你好吗 恐龙 不对 乔治 法语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 现在是清晨 游地员班马先生来为佩琪加送信 来信了 太好了 我能看看戴分寄给我的信吗 拜托 对不起 佩琪 今天没有寄给你的信 停 我要赢了 你肯定作弊了 我没有作弊 你偷看了牌对不对 我才没有偷看呢 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 哦 糟糕 苏西和佩琪他们吵架了 洋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 佩琪 和苏西说再见吧 我才不要和他说话呢 我也不想和他说话 哦 哈哈 他们会可好的 他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这可不是玩笑 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琪 乔治 是 该吃晚餐了 是意大利面哦 发生什么事了 佩琪 佩琪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 哦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 嗯 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 你好 猪妈妈 佩琪能和苏西说话吗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琪 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 我们能再做朋友 很抱歉 我不该说你作弊的 即使你真的是作弊了 好吧 那我也很抱歉 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哦 这没关系的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哇 乔治和他最好的朋友李查德一起在玩敲敲板 敲呀敲 敲呀敲 真是奇怪呀 里面怎么没有说明书 说不定是因为太简单了 根本就不需要说明书 妈妈 我们能帮忙吗 当然 首先我需要一块板 这里有一块绿色的板 谢谢你 佩琪 现在我需要四条腿 一 二 三 四 四条蓝色的腿 妈妈 非常好 我们马上就能装好它 这里有一扇红色的门 谢谢你 猪爸爸 这下装好了 做得好 猪妈妈 还是非常小啊 我们有那么多玩具 怎么放得进去呢 确实有点小了 哦 乔治又找到了一块板 哦 说不定那是备用的板 可是你们看这里还有很多板呢 哦 糟糕 那个柜子太小了 因为猪妈妈没有把所有的板都用上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拆了 再重新组装 哦 糟了 如果我们有说明书就好了 是谁来了 你们好啊 我刚刚在我的货车里发现了这个 这是那个不见了的说明书 这下我们组装就简单多了 太好了 这个说明书看上去非常复杂呀 还是没有用 根本看不懂 把它交给我吧 猪爸爸 我非常喜欢组装这些东西 真的吗 那我们要帮点什么吗 你们可以去烧壶水 然后帮我冲一杯茶 麻烦再帮我加六块糖 大家都在为斑马先生准备茶和饼干 你的茶好了 斑马先生 哇哦 斑马先生已经把玩具柜装好了 我的天哪 你装得好快 是的 而且我把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去了 哇哦 我先来 天气太冷了 尼坑已经结了冰 表面非常滑 一点都不好笑 猪爸爸和猪妈妈来了 哦 太好了 有一个尼坑 猪爸爸喜欢在尼坑里跳来跳去 不要 爸爸 差点滑倒 幸好我的平衡力还算不错 爸爸 今天尼坑那表面滑滑的 我们不能在里面跳了 没关系的 我们去给鸭子喂面包吃 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喂鸭子 你们好 鸭子们 我们给你们带了面包 鸭子们喜欢面包 天气太冷了 池塘也已经结冰了 冰的表面非常滑 抱歉 我们不该笑你们的 但是你们看上去真的很好笑 开始下雪了 下雪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下雪 乔治 我们来玩接雪花好吗 佩奇和乔治喜欢玩接雪花 乔治接住了一片雪花 佩奇也接住了一片雪花 佩奇也接住了一片雪花 小羊苏西坐着她的雪橇来了 你好啊 佩奇 苏西这好像很好玩 我们大家都在山顶上滑雪橇呢 那上面有好多雪 我们要不要也到山顶上去看看他们滑雪橇 我确定你的眼睛没有问题 不是的 妈妈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是没有谁眼睛闭上了还能看到东西的 为什么突然说起要戴眼睛 佩德罗对眼睛非常的了解 他的爸爸是一名眼光师 好的 佩奇 那就带你到真正的眼光师那儿去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吧 乔治 你也要去检查视力吗 不要 佩奇到了眼光师这里 马先生就是眼光师 你好啊 佩奇 请坐下吧 好了 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我想检查一下视力 谢谢 没问题 把这副特殊眼镜戴上 然后看看这个表 马先生要为佩奇检查视力 你能把这些字母都读出来吗 好的 很好 现在来读一下这些数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非常好 现在请说出这些颜色 红色 绿色 橙色 蓝色 黄色 紫色 非常好 我确认结果的时候 你要去挑一副眼镜吗 是的 我要 这副眼镜怎么样 佩奇 看起来真好笑 对了 你觉得这副怎么样 这副太大了 那么这副呢 哇 我喜欢这副眼镜 妈妈 不错 佩奇 你看上去非常惹眼 我看上去非常惹眼 爸爸 你怎么戴了一顶这么滑稽的帽子呀 这顶是我的贝雷帽 戴上它 我会更有作画的灵感 好了 我该画些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就来画这棵老樱桃树 那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画架 佩奇 他能固定我的画布 画布又是什么呀 它有一点像是纸 是用来画一些特别的画 那些是牙膏吗 不是的 佩奇 这些特别的颜料 是专门给大人们用的 好了 我们该先用哪个颜色 先用红色 为什么选红色的呢 因为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画天空 看 天空是什么颜色 当然是蓝色的 回答正确 我们现在先画蓝色 现在再来画樱桃树 要用绿色来画树叶 可是我们没有绿色的颜料呀 没关系 把蓝色和黄色的颜料 混合在一起就能调出绿色了 蓝色加上黄色就是绿色 哇 多好看的绿色树叶呀 我们还可以画些草 棕色的树枝树干呢 我们也没有棕色的颜料呀 我们可以调出棕色 我们可以混合绿色和红色 混合绿色和红色就是棕色 哇 猪爸爸画好了树枝和树干 哇 爸爸 能让我来画樱桃吗 可以 佩琪 用你的手指沾上颜料 然后再按到树上 一 二 三 做得好 现在该你了 乔治 你画得真是太好了 乔治 乔治 快来和我玩 恐龙先生 他也想和你一起玩呢 恐龙 乔治又一次错过了布谷鸟 没关系的 乔治 你先去花园里玩 等到时间看布谷鸟了 我来叫你 给你 乔治 现在已经快要十一点了 佩琪 乔治 可以看布谷鸟了 快点 乔治 你不能再错过布谷鸟了 乔治从来没有跑得像这次这么快 乔治 乔治 你看到布谷鸟了吗 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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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琪 乔治喜欢和布谷鸟玩 布谷 布谷 已经是晚上了 布谷 布谷 佩琪和乔治非常非常困了 布谷 布谷 佩琪和乔治睡着了 呃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吗 呃 不是 是该睡觉的时间 布谷鸟好像不太好了 他就是需要休息一下 就像你和乔治 晚安 晚安啊 我的小家伙们 佼知 我知道怎么能治好布谷鸟 就像爸爸那样给他上发条 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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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一个 图谷 处好了 真的吗 repent 爸爸 我们有个东西要给你们看 我们把布姑娘植好了 佩奇也想要来滑冰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佩奇 这是你第一次来滑冰吗 佩奇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怎么滑吗 不用了 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滑 没问题的 好的 你快点 滑冰实在是太难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滑冰了 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 佩奇 每个人在滑冰的时候都会滑倒 就连我也会滑倒的 你看我 天哪 好滑 淘气的爸爸 乔治 你想不想滑冰啊 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滑过冰 所以他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 你去教佩奇怎么滑冰吧 滑冰其实很简单 佩奇 就是用脚往前推 然后滑 推 推 滑 明白了 推 推 滑 推 滑 真的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 妈妈 推 推 滑 推 滑 干得好 佩奇 快看我 我在滑冰 佩奇滑得真的很好啊 没错 我是很好的老师 滑慢一点 佩奇 你这样会撞到别人的 别担心 妈妈 我现在很擅长滑冰了 哦 怎么停不下来 天哪,我忘了叫佩奇怎么停下来了 我停不下来了,小心 佩奇和乔治喜欢巧克力的味道 可怜的猪爸爸,好玩的事都错过了 妈妈,我能打电话给爸爸吗,跟他说生日快乐 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这是猪爸爸工作的办公室 你好,我是兔先生,请说 请问我可不可以和猪爸爸说话呀 有人找你,猪爸爸,听上去很重要呢 你好啊,我是猪爸爸,请说 生日快乐,爸爸 生日快乐 谢谢你,佩奇 不要太晚回家,爸爸 再见 再见 生日快乐,猪爸爸 嘿嘿嘿,谢谢你们 在猪爸爸回来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 没错,要准备爸爸的生日惊喜 哼,乔治,记住了,这是一个秘密 哼 佩奇 佩奇和乔治拎着两桶水 猪妈妈拿着气球 真想知道猪爸爸的生日惊喜是什么 爸爸回来了 快点,回到屋子里去 猪爸爸已经下班回家了 生日快乐,猪爸爸 哼哼嗚 dép 谢谢你们打家 哇哦,上面有好多蜡烛 那是因为你很老很老了爸爸 哼哼哼 你必须一口气,把这些蜡烛全都吹灭 哼哼哼哼,不会尽力都吹灭的 哼哼哼 谢谢你 新靴子 这太棒了 我能试一下盖章吗 当然可以 让我来帮你找几张纸 这里有几张纸 我们还是用一些没用过的白纸吧 给你吧 佩奇喜欢用像几张盖章 我喜欢兔先生的这份工作 继续我们的参观 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 你好啊 佩奇和乔治 你好 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 画各种各样的图形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 谢谢你 猫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 我能不能试一下 这次应该让乔治来试试了吧 说得对 乔治 轮到你来尝试一下了 乔治画了一些蓝色三角形 现在把它们打印出来 我喜欢猫女士的这份工作 你们想看看我的办公桌吗 是的 我想 这是猪爸爸的办公桌 我的工作说起来挺复杂 我就是对很大的数字 做数字变换 然后计算它们的切线承载 猪爸爸的工作听上去好像很重要 那么你会用到橡皮章吗 不用 那么你会用到电脑吗 不用 但是我会用彩色笔 爸爸 我们可以用彩色笔来画画吗 好主意 佩奇和乔治喜欢用彩色笔画画 我要画一间房子 乔治正在画一只恐龙 乔治最喜欢的就是画恐龙了 恐龙 如果和别人分享 会更有意思 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恐龙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德 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 它们就总是会哭 它们两个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它们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帮它们一起做个沙堡啊 是个好主意 我们去沙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 乔治 理查德 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 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满沙子 然后我们把水桶倒过来 接着在上面轻轻拍一拍 现在我们把水桶拿起来 好 变出来了 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 变出来了 乔治也做了一个沙堡 看到吗 大家一起玩很有趣 哦 糟糕啊 这个游戏进行得不太顺利 这些全都是你弟弟的错 他把乔治做好的沙堡给弄坏了 是你弟弟 明明是他先弄坏了我弟弟的沙堡 不要这样 你们两个姐姐应该教理查德和乔治 怎么一起好好玩不是吗 说的没错 我们要做榜样 但是乔治和理查德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嗯 我有一个主意 我们可以找到乔治的玩具恐龙 那个玩具总是会被乔治弄丢 恐龙 恐龙先生没有被弄丢 那你的眼镜丢了吗 爸爸 你总是找不到你的眼镜 今天没有 眼镜我现在正戴着呢 可这样不公平 没有神秘事件需要我们解决 要我给你们制造一个神秘事件吗 好的 太棒了 猪爸爸要制造一个神秘事件 现在看看桌上有什么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还有恐龙先生 说的没错 你们要看清楚 把桌上的东西都记下来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和恐龙先生 你们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非常好 麻烦你们先去门外等一会儿吧 我好了会叫你们进来的 听脚步声 爸爸好像跑到楼上去了 不过现在他又下来了 可以了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 有一件东西不在桌上了 知道是什么吗 桌上有恐龙先生 还有小鱼 盒子里的小丑 那什么东西不见了 嗯 是太迪 回答正确 太迪不见了 干得漂亮 佩奇乔治 这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我们是世界著名的侦探 啊 这只是神秘事件的一半 你们需要找到太迪 嗯 我不知道 地上的这些小东西是什么 这是蛋糕碎屑 放大镜让地上的蛋糕碎屑清晰可见 我想太迪是不是一直在吃蛋糕呢 瞧这些蛋糕碎屑 往这儿延伸 看来太迪吃了不少蛋糕 割草鸡又旧又秀 怎么会呢 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 哦 看来是有点生锈了 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 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 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 嗯 猪爸爸的割草机已经不太好用了 哦 我知道了 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 你好 我是猪爷爷 请说吧 你好 猪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 哦 当然可以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再见 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 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机到佩琪的家去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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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好呀 割草堡 爷爷 我们可以开割草堡吗 当然可以 快点上来吧 遵命 成长爷爷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 抓紧了 我们要开始了 割草堡真的很厉害 真有意思 好了 割完了 哦 所以乔治并不是真的生病了对不对 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 哦 可怜的乔治 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 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乔治 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 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张大嘴巴 然后说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嗯 嗯 佩奇 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掩饰给乔治看怎么说 啊 当然可以 啊 啊 嗯 乔治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 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 棕熊医生 不用谢 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 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软 乔治 拜托你打喷嚏不要这么大声 好吧 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 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 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我安了 我的小家伙们 唉 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